作曲 李宗盛 其實我想做了《乾女》這麼多年 是將一個故事透過音樂演繹出來 令到別人的心裏有感覺 帶到一些共鳴感給他們 就已經很足夠 願每天美麗直到不能 期待裏面我發生 願每天快會直到不能 懷著百夜裡的燈 第一次聽到要和趙學二大人去唱歌 我的心情是很緊張的 我們之前在另外一些電視節目合作過 他不停唱歌的時候看著我笑 我是那些很緊張的 我的朋友就說你幹什麼 所以我今天很緊張 我就會說可以保持一個乖的狀態 願每天燦爛直到不能 華麗故事會發生 願每一分鐘活到出神 從地鐵直到海斌 從白髮直到艷間 從默髮直到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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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押在身 華日雨夜夕的人 看華麗女神 永民在我身 你明驗照陽 日染的病要等夜淚伸 我存在至今 供你相望懶相迎卻相賊 愿每天燦爛直到不能 華麗故事會發生 愿每天青春直到不能 無論有沒有發生 愿每一分鐘別怕消云 隨日雨夜我變身 如像瑪麗雅再生 華人與夜見的人 如像瑪麗雅再生 如像瑪麗雅再生 愿為天生 謝謝 我們走吧 Serene她的曲風是很多元化 所以我要將自己融入她的歌的時候 其實是一定有相當的難度的 將自己的年齡層思維調校到年輕一點 然後用自己的感覺去演繹出來 很好 很可愛 很漂亮 很瘦 我是你尺寸的兩倍 就是我的人的身體重量 很明顯就是以前人們會稱呼我為獨立歌手 不 我以前可能未必做到歌手 如果是要靠主流媒體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這套女做什麼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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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歌是萬福瑪利亞 是阿學二選的 我也覺得超好聽 其實我看過List 你選了明哥另外一首歌 很難唱 很難唱 所以我就不如試試晚風瑪利亞 而且我覺得為何選擇晚風瑪利亞 就是因為裡面的女神 我覺得很適合Serene的風格 我以為你說很適合你自己 我完全不是那件事 我覺得很適合我們兩個 今天你們的造型演講 你們兩個都很適合 我們又說 我去得很盡 是 大家就不知道穿什麼好 隨便吧 一來我們上一船 你們真的很適合 上一船 遊船航 然後又有很漂亮的遺景 所以我就穿漂亮一點 上船通常我以為少些布 已經很少了 整個肩膀都穿了 還想怎樣 還想怎樣 兩隻大手臂 你看牠是漁網 衝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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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適合主題 剛才那首歌 我最喜歡它的編曲是minimal 一個組合編 我很喜歡那種很簡單 但是也很有力量的編曲 我覺得是畫時代 是完全沒有時代感 可以挎著它 好像學而一樣 沒有時代可以挎著它 我不是想說沒有時代感 你繞得很快 她剛才說眼神有了一下很爽 我絕對不會怕這些 因為其實我覺得做歌好 做藝人好 我覺得怎樣說呢 你要跟著那個時代走 你不可以說我是那個年代 最風光的時候在畫面過去 不是那回事 你速度有沒有一條線 我們那個年代有的 你作為一個新人 無論是電視好 做主持好 演戲 甚至是唱歌 你有推一個新人 即是一件產品 推出市場 你都要有一個launch 告訴別人 你有一件生產品 所以以前的定位是比較清晰 還有我們只有電視 收音機 兩樣東西 但其實有這樣說 以前那個年代 就好像行儀所說 你上一上電視 上一上收音機 其實全香港的人都認識你 但現在因為你 現在不是這支歌仔的了 有多少人看電視 對 沒錯 我喜歡她的表情 很代學她的笑 但我反而不想全香港人見到我 即是我經常跟爸爸媽媽說 他們就會說 算了 你沒人看的了 那我就好 即是出街 即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自己在排隊 掃印花的時候 不會有人認到我 那我的做法是 我不一定要很多人認識我 因為有時候很快 被你吸引的粉絲 未必是好的粉絲 我常常把粉絲分 即是好粉絲 即是以前是不可以這樣 即是所有人都要接受 心裡面分 哦 但我現在 我們現在 心裡面分 基本上以前 我們很少會跟粉絲這麼近 只會是出一些活動 可能會看到 就不同現在 可能我Youtube 我留一個留言 或者IG 留一個留言 就可以接觸得到自己的偶像 以前是要給多些錢 加上Fans Club 才有 給他多些Fantasy 對 以前要Fantasy 現在就沒有Fantasy 大家就好像要 Keep it real 但我記得 學而很想唱我一首歌 我都是覺得 很驚訝的 因為 她是選了一首我唱很早期的歌 是關於當時 可能我21、22歲的心情 就是覺得 好像做什麼都會有個雜 有個Glass ceiling 好像去不到前面 但是這首歌的後半部分 都是提醒自己 不要緊 就算有很多困難也好 我都會繼續向前 為什麼我會選擇她 就是因為歌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心情和我的健康 精神上的健康不是很好 反而聽完這首歌的歌詞 是會令到我想起 我曾經跌過多低 然後我用什麼方法 令自己走起來 其實這些歌詞裡面 那些夜鵬 回歸 激入心 是來自英國的大文豪 黃耳德有些兒童小說 我是不喜歡讀書的 對 我是很差勁的 但是聽歌、歌詞 就會很容易入到自己的情緒 不如聽聽你唱 我做什麼都不會被認可 我做什麼也只能在門外站著 我做什麼都是浪費時間了嗎 我做什麼只是一個一個笑話了嗎 如果 如果是煙影飛 飛得覺得累 就匆匆帶刺的玫瑰 心臟不輕易流出一滴淚 是不是更加乾脆 如果心情心碎碎 它覺得累 做醉了然後不傷悲 太多心情同時間崩潰 講的美景你才心醉 對 如何 Vivir P jumbo 轉âenders ? 我做什麼都不需要認可 我做什麼都不需要認可 我做什麼也不怕在心會 站着我做什么 都是追求我的快乐 我确定了 我就能一步一步就下去吗 如果是夜影飞 夜飞的不疲惫 碰到星空再也不怕黑 永远不着地永远不胜悲 纷扰人间无头也不回 如果星星眼影飞飞的觉得累 一起漂浮一起听风吹 我唱着星空洒脱的美 我也再不怕掉下眼泪 在梦里我能飞 你却以为我不能永远也不能飞 我像大骨子的滋味 我永远不觉得累 我会永远一直勇敢地飞 直到超越伤悲 我会一直勇敢地飞 不会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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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听歌很多都是Digital的方式 Barry 你和我 除了CD之外 也有不同的媒体音乐形式 你自己又要烧 不是有人帮你印的 我以前第一支碟是自己的CD-ROM 烧出来逼朋友买的 去到后期 就算去到现在 很多人离弃 逼的 逼的 我自己开个Farewell Party 给自己 每人的entrance fee 都包了一支碟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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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会出碟 但我未出过黑膠 现在又是伏黑 所以我都打算可以出的 不过就很贵 我还记得这支碟去年拿去台湾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人就说 那整支碟都没有写这个名字 然后我发觉 是的 原来我弄了整支碟 那么多东西 很漂亮 但我整支碟是没有SERINI这个名字 不就是另类 就是 我可能把自己放到很厚 虽然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漂亮 但现在除了Digital之外 有些人又会出一些契纸带 我想都是 因为想用一些纪念品给粉丝 可以买到 可以买到 可以保持到 它印剑契会不会跟上一支原子笔呢 很好 可能 那些观众不知 不是 那些观众不知 我们经历过的那些 会不会跟上一支原子笔 或者跟上一支原子笔 对 跟上一支原子笔 中什么牌的原子笔 不知道这么说 就是黑白隔 对 黑隔隔 对 其实我出黑隔隔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唱片公司 那就是我自主性强一点 我就去了做发烧碟 那发烧碟其实 它那个录音的质素 是很要求高的 所以 在印碟的过程里面 都是需要找一些比较 质素好一点的材料 那我就去了日本 当时那个年代 最新的叫做HQCD 那接着就去了英国 英国印的唱片 也是会不同一点 起码它的质量 质感 甚至乎它本身 那个碟的重量 都是不同的 这个很重手 这个很重手 这个黑胶 就真的足180g 就是每一支唱片 每一支碟 它这里是两支碟 因为我又将转数 通常都是33转 这个是45 高质素录音的歌 通常都会选择人家的歌唱 因为自己做歌手 唱了很多年 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歌 人家很想听我唱 但是我又会觉得 我很想唱别人的歌 有很多歌 你听了就觉得 如果这首歌是我的就好了 就好像我听了一首歌叫 《漫漫来》 我又很想唱 因为很有city pop 又有少女味 然后又有些sexy 我们不如现在一起唱 好啊 哈哈 这个版本 慢慢制造气氛 慢慢吻入心里 慢慢爱得赤裸 一分一秒认追 慢慢进入角色 慢慢放任心醉 慢慢来怎么可抗拒 这些夜晚 这些夜晚 为这一刻点醉 还不适应 给你轻向责退 某样淡日 着你眼中零水 有情甜蜜 我心里空虚 原来从未爱过一个水 发觉这夜最孤单太累 发觉这夜最孤单太累 你让我性感 从前忘掉了可以争取 慢慢制造气氛 慢慢吻入心里 慢慢爱得赤裸 一分一秒认追 慢慢吻入角色 慢慢放任心醉 慢慢来不想飞快去 原来从未爱过一个水 原来从未爱过一个水 发觉这夜最孤单太累 你让我性感 从前忘掉了可以争取 慢慢制造气氛 慢慢吻入心里 慢慢爱得赤裸 一分一秒认追 慢慢进入角色 慢慢放任心醉 慢慢来怎么可抗拒 慢慢制造气氛 慢慢吻入心里 慢慢爱得赤裸 一分一秒认追 慢慢进入角色 慢慢放任心醉 慢慢来怎么可抗拒 在香港 好像我们的队伍来说 很习惯帮自己做市场 从来都没有资源 譬如Serrini 你也是认识歌曲 我自己如果要计划 我反而是不会怎么计划自己的 我之前可能会 包了一个月的YouTube Ad 就是没有包任何东西 但一个月可能每天放10元 我是那些很便宜的 自从那次之后 我没有下过广告 因为我开了一个Ad的Account 我忘了认识它 每天扣我 不知几十元至一百元 我突然觉得 我出了一首歌 为什么这么快 有十万观看 然后我隔了一两个月 收到一张单 是9千元 然后我就 蛤 我是很肉赤 此之后我就没有怎么买广告 但计划来说 我自己做自己 又不需要特别红 我现在都是 顺其自然 半退休的状态 我们引起来 我们有个共同事 对 共同的喜好 其实你说如果说 好像我这些 半退休歌手 我从来都不懂得 做计划 我就跟着一个时代行的 利用了网络平台 跟以前很不同 现在我们无论 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 工作上的一些东西 我都可以透过网络 和很多不同 阶层的观众听众 可以接触到 所以我觉得 我又不是很刻意去做 这个Marketing 不过是大家生活上 可以接触到的方法 可能自己的演出 已经是一个Marketing 我上次是一个大型的演出 我就拿皮鞭 在鞭打 一些贵妃的观众 他们全部很开心 这件事传了出去之后 其实是一个Marketing 哈哈哈哈 这个是没有设计的 没有设计的 我只是告诉他们 可以鞭你 然后还有一个 他们给你鞭的 可能叫 因为我很想有些3D 4D的体验 其实为什么 你会有想变他们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intention 因为打观众是好玩的 你有没有试过 哈哈哈哈 我没有试过 你知道我以前 都有去上面登台 那我们就唱夜场 夜场的意思就是 他们那些Disco 那些观众和你的距离很近 他真的可以拍你的小腿 那我当时最喜欢的是 林玉露上身 因为他们都是看你 林玉露的嘛 我会觉得 你看一个表演 是很兴奋 可以很近距离 融入那个气氛里面 但是不等于你可以 任意地做出一些东西 不是很有礼貌的嘛 是啊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你 打什么 我会这样 但是我们很有礼貌 不礼貌 是啊 但是他们又会很开心 是啊 所以说 因为现在的观众和以前的观众 是很不同的 就是你好似跟他很友善 嗯 我想现在就是 你看看你和这一代的人 是否有关系 就是可能 他们关心的事情 原来你唱到出来 但是我自己 通常就反其道而行 就不会唱 大家太关心的东西 就是我只关心我自己 但是这件事 都可能是他们很关心的 因为大家都 现在越来越是me世代 都是想看自己个人 最真实的一面 是 因为我会觉得 你要很喜欢那件事 你才可以 手到拿来 嗯 就是在你平时 日常生活里面 都是那样 那件事 才可以令到别人 顺服 看下去舒服 是啊 好像我以下 很想唱一首新歌 给大家听 就是一些 很不刻意的 反而是很烦 那样 我的歌名是有个蛇仔 旋转with me 有个星星 但是我和朋友的 溝通方法 就是做一些很噁心 很噁心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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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喂呀 另一种方式 旋转with me 这首歌就是 好 我 旋转到圈的感觉太逼掌 唇有興奮背後寫滿敏感 請慢慢走近 誰貪心加速添碎我的手 明知太過分 繼續發生 不堪一擊的主角太憶怯 旁人家配契恨逼到太緊想一夜懲罰 偏偏不小心亂上我聲音 纏與你渴望 變習慣就勇敢 無法來自放聽 全部無尾無聲 原本未明定 各種不懂我的英雄反應 由我來創造的 重疊全部顏色 提示日未來的 才會愛恨永續繼續施機 靠我熱情 我可以放棄報道 終日望明 跟我方做戰證 我可以更配合你願望收拾 一杯乾一杯 不要太擔心 全盤聽到故事想聽你說 單白就無憾 輕輕鬆鬆靜 不要太分間 迷失了腳步 記住錯玩 想不想一生傾聽我聲音 何時驚訝 發現想要我的 生活就無憾 偏偏很小心 假設我狠心 前與你渴望 你害怕又要等 無法來自放聽 全部無尾無色 全部人未明定 各種不懂我的英雄反應 由我來創造的 忘掉全部顏色 提示日未來的 才會愛恨永續繼續施機 靠我熱情 我可以放棄報道 總日望明 跟我方做戰證 妳可一旽行 跟其他周圍 妳可一旁配合我一旁考慮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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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here right now Right here right now Oh tell me You love me 音樂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興趣 那我就要這樣跟爸爸媽媽說 我記憶中對音樂的記憶很模糊 我只記得小時候 爸爸不停滋擾式地唱他那些很喜歡的歌 然後我媽媽就說他閉嘴啦 很吵啊 所以音樂一直在我成長路上都是噪音 在放假或者休閒的時候 音樂是我的娛樂 例如吃飯 跟朋友聊天 通常都會有一些音樂佔著底 是緩和氣氛和放鬆心情的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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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幻覺多迫震 聽到你聲音 又將置身百運 是我未壓抑的興奮 令我樂意傾心 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 但我不懂使你心歡喜 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 完全忘掉了自己 愛會變成真 兩分鐘的熱門 成為現實愛人 誰願夢裡白等 愛都有原因 冷心只需學疹 然後慢慢蒙人 情難至今 再越晚 人情深 我試過於天真 不許關燈 全為怕這黑暗 願你夜裡 吸點指引 共結伴過一生 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 但我不懂使你心歡喜 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 完全忘掉了自己 愛會變成真 兩分鐘的熱門 成為現實愛人 誰願夢裡白等 愛都有原因 冷心只需學疹 然後慢慢蒙人 然後慢慢蒙人 情難至今 再越晚 兩分鐘的熱門 成為現實愛人 誰願夢裡白等 愛都有原因 冷心只需學疹 然後慢慢蒙人 情難至今 情難至今 再越晚 我很想和你拍照 這個陽光很漂亮 你看看那邊 我們的夕陽影照著 剛才唱歌的美景 其實如果大家不是做音樂或唱歌 現在會在做什麼 現在會在做什麼 現在這一刻 這一刻曬太陽 當然 我們已經在換泳衣 心裡已經在退休 對 今早已經在換泳衣 退休生活 我應該正在讀書 如果再 應該畢業 希望 節目出來的時候應該畢業 又或者是教一下書 做一下 不同其他事情 因為音樂 可能一開始來說 都是跟娛樂事業 扯上很大的關係 我自己是比較害怕的 我知道學而是19歲就出道 你有沒有恐懼 還是你覺得我就是天生吃這行飯 首先我沒有恐懼 但我也沒有想過我是天生吃這行飯 因為19歲的時候 時代又不同 我已經覺得很好玩 每天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除了唱歌 因為我心裡很想唱歌 但我入行的時候 就不是唱歌我做主持 我會覺得 都是這行的事情 會吸引到我 沒有一個框框框死自己 但如果drama 例如做得多的時候 會否又很投入去研究一下 我演技是怎樣 或者會否想拍攝 會否當期做得多那樣東西 你就會選擇去那樣東西 會不會這樣 我又不會 很專注音樂 對 很自動的 就會自動的模式 我很欠一些 我不用自己付錢拍的 我們試過拍MV 或者自己拍攝 其實很貴 如果拍一個節目 即是那麼多Crew 那麼多Professional的人 要做一個在海裡 拍一個這麼漂亮的Live Take的節目 我覺得我自己會很想試多些 好像多些Content 給觀眾看 從一些Content 認識我 比一些報導 我覺得我們不是很報導的人 我們Indie人 人家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報導 而且始終現在 好像video 很重要 你出一首歌 你沒有MV 尤其是我們的樂隊 即是 你只要拍一首歌 就算他們會播也好 電台也會播也好 其實你 那個攝裂的範圍 好像很小 所以你怎樣都好像有個MV 但拍得不漂亮 你就好像照片拿出來 我們經常處於一個不漂亮 不如不要拍 但不拍又沒事 對 永遠都是無限loop的一個 無限loop的一個 無限loop的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樣 現在在香港 無論是電視也好 或是網絡平台也好 有多了很多不同的娛樂節目 給大家 無論我們舊的歌手也好 新的歌手也好 或是Andy的歌手也好 或是樂隊也好 多了不同的渠道 可以有機會演出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但確實你會分薄了 多了機會 但又少人看 那你沒辦法 網絡發達的時候 什麼人都可以做KOL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明星 對 沒錯 所以唯有做自己開心的事 我想看你 我是等你踢的 我想看你給什麼反應 我們要尋開心 好 別內斑 零丁姑姑姑姓勢 你是我那位 誰也學會 拾得器 放得低 而眼淚魔 我不敢發揮 就如動識日齊 亂世的情侶 誰亦滿身上誓 別忘著狂抽煙的手勢 以為受唱是美麗 我令你有寬慰才是實際 你讓我有安慰 誰亦不必離愧 你別掉在幽怨和慘愧 我尋你開心 你尋我開心 我緩橫有什麼開心 我賺你體溫 你賺我興奮 男話女來際最愛我不關心 愛情求開心 沒有所謂的人 拜別要破壞美好氣氛 別在乎什麼所愛悲人 誰能讓你愉快便算合真 別忘著狂抽煙的手勢 以為受唱是美麗 我令你有寬慰才是實際 你讓我有安慰 誰亦不必離愧 你別掉在幽怨和慘愧 我尋你開心 你尋我開心 我緩橫有什麼可以行 我賺你體溫 你賺我興奮 談話女娘做愛我不關心 愛情求開心 沒有所謂的人 外面要破壞美好氣氛 別在乎什麼所愛非人 誰能讓你愉快便安靜 我尋你開心 我尋你開心 你一尋我開心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行 我賺你體溫 你賺我興奮 談話女來製造愛我不關心 愛情求開心 沒有所謂的人 外面要破壞美好氣氛 別在乎什麼所愛非人 誰能讓你愉快和安靜 也就能合襯 愛情求開心 愛情求開心 愛情感 愛情求開心 無故 愛情求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